嗨大家我是小羊 今天又来给粉丝安排一台福特福瑞斯 现在我在赛斯店的售后车间的一个停车的位置给客户看的车 就是身后的这一台 大家都知道哈 这一台福瑞斯是一个即将停产的车型 现在买呢像这个钻石板的目前的落地价 也就是在八万多一点点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车到底怎么样 包括它的一些配置 今天提的这个福特福瑞斯是一个21款1.5L自动钻石板的车 1.5L排量122马力三缸发动机 匹配六档手自一体的变速箱 现在这一款车马上也要停产了 后续也会更新换代 目前这一款车已经优惠了三万多了 加上最近的购置税减半 相当于落地价也就是在八万多一点点 和别克硬朗雪佛兰克鲁德都是同一个级别的车都具有性价比 这个车的整体的外观其实比较重用哈 我看着是比较敦式的感觉这个车 这个车卖的一直不温不火的原因 我感觉就是它全系三缸 不像别克和雪佛兰一样 三缸四缸同堂销售 现在让大家看一下这款车的一个内饰吧 这款车的内饰确实有亮点 双10.25寸的液晶显示打平 都配备了一个语音控制功能 这个车一共行驶了11.5公里 给客户已经验过了 对这个车还有一键启动呢 别克硬朗和雪佛兰克鲁德目前都没有 它这个中控显示屏还是不错的哈 这款车的这个内饰还是比较高级的哈 这都是软包的 一个小天窗 所以是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吧 因为这一款车即将停产了 过的时间都可能买不到了 现在4S店还是有在书的车型 如果说有考虑这一款车的话 都可以进店去看看 我现在带你们进店去看一下 福德车的目前的一个主打车型 蒙迪欧 这边有一个白色的蒙迪欧 确实非常漂亮哈 看到这个车后 一个全黑色的车顶 这个是一个烧敏车 应该进不去 毕竟没有钥匙 去展厅去看一下 蒙迪欧的停望位置就在展厅的进门口 就是最前方 展厅放着的这台也是一个白色的 我感觉这一款车肯定能打美 虽然说目前的终端优惠力度不大 但是它的指导价确实降低了不少 包括它的一个整体的做工用料都进行了升级 它的这个闲水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光一个中共闲水瓶都二十七岁了 哎呀坐里面感觉真的具有高级感旋扭式的饭桃 它的这个软包摸着特别有质感 座椅也是一个双拼色 一个全景天窗 哎真不累真不累 福特车后期的销量就靠这一款车了 还有即将上市的四岗福克斯 Mondio这一款车确实不错啊 也是值得购买的 目前的销量的话 也是比以前老款的要多 虽然说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小 但是它的整体做工还是不错的 大家都可以今天去看一下 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一会儿我给Colo把那个手续给干净办办